其實這件事很嚴重 第一件事就是這件事 公安稅局成立合成作戰中心追稅 我們香港就說財坤、財青 就會加大學學費 加大學學費也算了 學生每個月賺多兩三百元 好像以前做墨記一樣 一天都可以賺回來 像劉志鵬那些 覺得二千多元 一個月要你給多 很少 找得回來做補習 你說得輕鬆 最多就是這樣 我只怕一件事 相對上香港還算是 跟誰比 跟大陸比 就算是文脈 香港就說追稅七年 其實就是最終追稅七年 這樣就不是了 現在就可以追稅你 大陸就可以追稅你三十年 即是香港 因為你的會計 起碼會計部都是維持七年文件 在場真的沒有人去理 即是沒有人會留那麼久的紀錄 現在如果你跟支聯會有關的話 就很痛苦 好了 這件事就麻煩了 他現在就說 稅局和公安成立合成作戰中心 之前已經說過 有些不同的民企說 會倒查三十年 已經這樣做了 現在 是不是覺得不夠呢 沒有辦法呢 稅局是 所以 就說跟公安聯手一起追稅 特別去成立那個 警稅合成作戰中心 以作戰的心態 去追民企 一定是追民企 不會追國企 因為國企有另一種方法去追 減你人工 減你人工 減你人工還是一樣 但問題是國企內的官 就是打貪 孟雲偉 紅色通緝令 就是打貪 這兩件事 現在這個呢 就說 用盡一切方法 去追討 過去幾十年 有些民企 就在網上 就說 不少民企 包括一些著名的電商老闆 最近都打算直接破產 就不玩了 全民躺平了 現在大陸呢 大陸的經濟 內需已經死了 是 絕對可以這樣說 你看那些小紅書 那些街邊檔 幾毫子的東西都有 幾毫子的東西都有 現在是做窮鬼消費 其實你看之前的報導 譬如彭拜新聞 他都總結 很多A股 那些上市公司 都被追繳稅款 其實大陸的股市 就是想去 一向都是計劃經濟 大陸是社會主義 股市這些東西 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產物 那 資本世界主義 股市是怎樣呢 就是激活 或者刺激這個市場經濟 就是透過市場上面 去識別 那些投資者去識別 哪些優秀的民企 哪些是有能力有潛力 就是你過往 確定好的民企 然後 就投資給他們 然後幫你賺錢 市民股民出錢 而言之後 那些上市公司就出招 用別人的錢 去賺錢 大家一起分 但是 這些 改革開放之後的產物 現在就去到 就是修成期 或者不是修成期 也好 就是因為見到 不行 因為 我都說了 如果你說真的有資爆的話 首先知道的一定是共產黨 而共產黨知道資爆的話 一定會用盡一切方法 去防止資爆發生的 或者 將資爆的責任 推給社會 推給不同的人 可以推給貪官 可以推給民企 為什麼不交稅 可以這樣做 大把方法這樣做 阿龍又要重新連線 等等 我看看那邊 但是現在 就沒辦法了 我先打電話給阿龍 他那個線路不太好 就是現在經濟不行 大陸經濟不行 去到盡頭 太多洞要補了 所以就找人不斷割韭菜 去到這一步 你找上市公司去割韭菜 是一個很大的動作 你看到 被追稅的公司 有什麼 信號股販 銀不打醫藥 藥狀革抗熱 華臨 華臨 證券 聯建光電 很多不同的 補稅的原因很多 政策變化 少計稅 還沒計算 按規定申報 說你不按規定申報 S992 叫我們說說江蘇維維豆奶 60年歲 60年 你改革開放 他是不是國企來的 他本身是國企 說的是維維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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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是去到他做國企之前 做磨米廠那些稅 都要你付 那些真的不懂計算 大陸做過生意的朋友 都說的 你在大陸你要有錢賺 避稅真的是更加的 避稅是一般人生存的上息 你不避稅 你是做不到生意的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 包括這裏 我們在兩岸沒有格子那裏 就說 對 無論英國也好 現在中國大陸也好 你割韭菜 你取消了有錢人的稅務 因為大家就投走 就走資 好恐怖 現在你說追30年 怎樣賠給你 你真是如坐針尖 今天不知明天是 隨時被人掩盪 去到這樣的話 我就不知道A股 A股有沒有震盪 A股 你說正常的股民來講 應該撤資 你怎樣搞 不是啊 我們說起這件事 昨天我們已經上港 但是沒有說的就是 有人在微信那裏直 你還跟我說A股 買美股才是愛國的嘛 是啊 買美股愛國 買美股愛國 這就是反駁 好像以前胡錫進那些 血肉長盛論 越下跌越下要撈底 就是很簡單 如果你說這種思維 正常社會是這樣想的 因為資本市場會自己運作 自己復原 會自己調節的嘛 如果你跌得太金的時候 你跌穿基本因素的話 假設有很多位置是跌突的 如果你早上撈底 你剛剛買了一個浪 那你就贏了 但是不是啊 不是啊 不只是說市場調不調節 現在是國家手影 國家做什麼都可以 半龍門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是大規模查稅的話 其實 就沒有的 你現在就真是攬炒 你覺得 你去追稅 是可以追到錢回來 但是 追完稅之後 就會變成 你會變成整個資本市場 民企 不是資本市場 而是整個民企 整個 即是 private sector 就是 你追哪裏 全部就是 寸草不生 但又要這樣說啊 胡錦濤末年已經是國進民退得很厲害 今時今日的那些民企 如果你沒有那些背景啊 你怎樣開業啊 市場經濟呢 是很講信心的 如果你大規模查稅 甚至乎有背景的公司 都被你這樣查的話 好了 文企 我自己心想啊 我上面沒有人啊 完全沒有聯繫 你要查稅的話 我真的沒得搞啊 在你查我之前 其實這些是互相的 怎樣啊 這是博弈來的 你查稅 那當然是被你壓著搶 搶完就沒有下次 因為搶完馬上破產 很簡單而已 好了 其他人 在豬圈裡面 看了很多隻豬 突然間 喂 這麼多隻豬 被主人捉出去 湯 那他們自己裡面就起控了 是嗎 起控之後會怎樣 找 要不走 要不怎樣 是不是 如果 除非你 你那個是奧斯威生 來的 你玩到奧斯威生 就沒得說 那習近平就覺得 他自己可以控制到 好像奧斯威生 那樣 是嗎 動物狼莊 奧斯威生 那樣 他很有信心 而 你要知道 稅局查 已經現在可以這麼過份了 30年稅這樣追 上市公司 就先寫一頭一批 現在主要是先查上市公司 因為上市公司 一割就大筆 一割一大筆的時候 你計算 如果 你要計算 如果 我只是選少數 首先 我割韭菜 你有科學 你要計算 你一定 你割韭菜有成本 成本就是社會成本 因為割完之後 那些人會恐慌 會怕 躺平 倒閉 不做 你一定要把這種恐慌 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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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拷平 最有財力的公司 去割韭菜 割一次 就收手 辟謠 是他抵死 他避稅 是他瞞稅 這個只是個別例子 要這樣 是嗎 但是 問題就是說 你不要說他沒有做 他做了 前年 二十大前夕 習近平說 共同富裕 他就冤枉了馬雲、馬化騰 一百億這樣捐出來 一百幾二百億這樣捐出來 美其名就是共同富裕 已經過了 其實這件事正在影響了香港 記不記得今年陳茂波 馬會二十五億歲 馬會都呆了 那些錢都拿去做慈善 給我怎麼給啊 香港也很影響外資的 在外資的角度 你47人 你黎智英 你抓周恆和他強姦 都不關我事 但問題是 馬會都有二十五億特別稅的話 什麼時候輪到我 那我就走了 一模一樣的 就是這樣 我想現在 是不是港股今天 有國家隊入市 是不是 因為現在你查稅 查到恐慌 現在就先頂住 是啊 索性在香港 罕有入市買港股 你搞到國家隊入市的話 為什麼之前會有一些野原 你剛才說過 敲鑼打股 那樣子 以前就是說的 上海龍 叫金管局拿錢出來買港股 其實就是 水不到金管局買港股 所以現在國家隊才要入市買港股 你猜港股 你猜港股 你猜港股支持自己 其實是 大佬八成是大陸的 我經常說 今時今日的港股 那個指數 是大陸的經濟寒書表 你看著它跌 不是看著香港的富豪縮水 是看著那些大陸的老闆街 所以呢 其實你要見到 最後你國家隊入市都跌了95點 跌了多少天 原本說 大佬之前是 5月20號 高位 19,000多點 現在連跌這麼多天 你的總體趨勢都是向下的 是啊 你看回那六個月 大概是在 4月那時候 成功去到19,000 現在就回到18,000 你剛才再問我 現在的上證是怎樣 上證其實 今年年頭開始 去到現在 是啊 你現在2,700 裡面反底 大問題是僅僅過3,000 僅僅過3,000 就是回到胡錫進的送心指數 是啊 所以有些朋友 就這樣說 大陸人 會懂得規避 不會 會懂得曲線 不犯國安 又可以自己謀利 買美股才是真愛國 因為買A股 買A股是愛美國 為什麼 他的理論是這樣 買美股肯定可以賺錢 單邊上漲 你在美股賺了錢 你就肯定在中國消費 對嗎 這樣就推動了中國經濟 哇,多會說話 如果你是買A股的話 一百分百批錢 因為單邊下跌 你A股 輸了錢 你肯定沒有錢消費 而大股東清倉 減息套現之後 就潤到去美國 陽光海灘消費 促進了美國的經濟 所以買美股才是愛中國 買A股才是愛美國 這個高見真是厲害 真的 這個事實 這個也是事實 我昨天也說過一件事 現在很多的富豪 逃走 在微信微博那裏 拍攝了 黃建林 你馬雲那些 你老美在東京那裏 大魚大肉 那些錢怎麼來的 就是A股股民那裏 是呀 所以你說 現在查稅就混蛋了 如果你跟稅稅 跟公安合作 很嚴重的 因為公安局是掌握你最多的資料 公安局 可以用強力部門 直接叫 那些不聽話 銀行也好 那些什麼 那些 私募基金也好 那些什麼地下錢莊也好 全部可以通通透過公安的強力部門 就去查理 查理 要是查理稅保 要是 就是 冒枉而不理 這個是 叫做 一定 自在必得 這樣查理 其實去到這樣的話 你沒有的了 你的信心是崩潰的 信心崩潰的 信心崩潰呢 其實我就不知道 他 就是你 你定了多久 這個是很天真的 國家隊入市 當然他是很desperate 這個是 關少良說得沒錯 公安加稅局是強強聯手 這個真的叫做 是 之前還說什麼 去年 說了沒多久 去年 一年 習近平強調 民企是自己人 哈哈哈哈哈哈 對呀 自己人就是要幫忙 自己人 用梁美芬掛債 財赤 財赤 抵抵一點 民企 國企都是自己人 民企我都回答他的 民企我查貪官 國企我查貪官 民企我查你稅 都有搞你的 一方面說自己人 一方面 對的 自己有 你要對我老實 我當了你自己人 之後你對我不老實 你瞞碎 那你是不是該死 所以你說 唉 真的 很嚴重 你挽回信心 唉 你現在 搞什麼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又說什麼 唉 現在又想說什麼 又想回去改革開放路線 不用說 不用說 你現在 你這樣公佈 公安稅局一起聯手查稅 就是全面躺平 走得就走 其實是 走不到 你把錢變成延 然後收在床下底 家裡後花園 挖山墳 給祖先幫你看管 都比你放在銀行更好 但你放在銀行 你現在租金 又太遲 哈哈 現在要預約 現在 現在說 那件事是 你那些銀行的現金 都不夠用 但又這樣說 你說起這件事 我看到 不知道 有些台灣的 博客 他們在Facebook裡面寫 很有趣 因為那個台灣博客 他在大陸工作 他就說 他老闆 今時今日 找到銀行 都一定要用現金 用現金 那個原因 就是 那個博客 在拋頭 就問他老闆 喂 為什麼你找到銀行 用現金 然後老闆說 沒有的 現在在台灣的工廠 每個人都是給現金 的 原因就是 如果你不用現金的話 喂 你 給銀行 就等於給不到你 因為銀行不給你提 是啊 現在匯款也有問題 這麼大 大家不如現金 這樣 就是 你以為 被美國人制裁了 不可以用SWIFT系統 現在中共自己制裁自己 是呀 很瘋 真的很瘋 現在是 所以 為什麼拜登說 中國經濟很不行 你不就看到 其實他就是看著 根本上他看著 這個支爆 就是現在進行關鍵 所以現在就是看到這樣 你不要逼他埋場角 逼他埋場角的話 更加快地 就跟這個普京一起埋班 在他的角度來講 就是這樣看 真真正正的政治智慧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 就是 你圍城 只能夠圍一邊 你要被人走 你才可以打到一個人 四面圍城 人家就跟你攬炒 如果不是 那就是發爛炸 就是 受傷野獸發爛炸 然後跟你攬炒 那就是 現在 有錢人也是這樣 社會很絕望 現在是 你做民企 發達的人 都現在開始被共產黨這樣搞 共產黨一見到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 如果他見到自己走投無路的時候 他就首先要其他人走投無路 令到他心理平衡一點 我就知爆了 知爆肯定了 但我知爆之前要找多些人陪葬 就等於秦始皇 因為秦始皇知道自己那頭近了 就搞過什麼 地下皇宮 就是秦皇帽 秦皇陵 秦始寧元 兵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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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看到 那些就是 他找人去 雕塑出來 真的找了很多活人進去 是吧 現代秦始皇